字幕by bwd6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约我们介绍 复利亚转换的范例 我们会用周期的三角函数 来跟各位说明 在这个单约中 我们根据复利亚转换 有关周期性讯号的 一个转换的关系是 然后计算周期性的三角函数的复利液转换 好,所以针对一个周期性讯号的复利液转换的关系式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关系来说明 首先我们对一个周期性的讯号 我们先把它表示成这个复利液急速 对应的这个系数的一个转换的关系式 然后有了这个复利液急速的系数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复利液转换 那复利液转换就是这个系数 去乘上2π然后乘上这个脉冲函数 这个Δ括号的Ω减掉kΩ0 也就是对应的这个复利液急速Dk个这个Ak 它会发生在频率是kΩ0的地方 所以任意的周期性讯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下面这个形式 因为这个脉冲函数 所以比如说k等于0的时候 然后会有一个脉冲 那高度是2π乘上A0 k等于1就是1倍的Ω0的时候 高度是2π乘上A1 k等于2两倍Ω0 那高度是2π乘上A2 然后点点点移植到k倍的Ω0 那高度是2π乘上Ak 同样的-1-2-3也有同样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周期性讯号复利液转换的一个关系式 好接着我们看周期的三角函数 我们以cos为例子 如果coskΩ0t 那它对应的时间轴就是这个三角函数的关系式 那根据尤拉的关系式cosS就等于2分之1的Exponential的JS 加上Exponential的-JS 所以这一项呢这个cos就可以画成两个指数函数的一个加的关系式 好那写成这样之后我们再把它拆开来 所以变1分之1的Exponential的JKΩ0t 加上1分之1的Exponential-JKΩ0t 好那这一项呢是k倍的Ω0 所以前面这个系数呢就是所谓的Ak 那Ak就等于1分之1 那后面这一项是-k倍的Ω0 所以前面这个系数呢就是A的-k这个系数就是1分之1 好那有了这个复利液急速的系数之后 我们再带进去复利液转换的这公式 所以这时候就把这个Ak带进去 那这边虽然有k有无限多项 但是对这个例子来讲它只有两项 就是dk项跟d-k项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这时候的复利液转换这个大S of J Omega呢 就会写成2π乘上1分之1 ΔOm减掉KΩ0 另外一个一样是2π乘上1分之1ΔOm加KΩ0 那一个就是Ak就是dk项一个就是 A-k就是-k项 这两项的结果 好那这时候这个2跟这个2消掉 这个2跟这个2消掉 所以简化一下就变成π乘上data括号的 Om减掉KΩ0 那后面这一项是π dataOm加KΩ0 好所以 整个画出来这是Om减KΩ0 所以它会在KΩ0的地方有一个高度是 脉冲 高度是π 另外这是Om加KΩ0 所以它会在-KΩ0的频率的地方 那有一个高度呢 是前面的这个π 那这个就是cos这个 周期性的三角函数它的复利液转换 再来我们看sine 那sine的KΩ0t 那一样根据尤拉的关系是sine的s是2j分之1 然后括号的指数减掉指数的负的 好所以这项就可以化减变成2j分之1 然后指数的这个zkΩ0t减掉这个指数的负zkΩ0t 好那2j这个系数也一样沉进去 所以变成这两项的相减 好那这一项呢是针对k倍的Om加0 所以它的系数呢就是所谓的ak 那ak就等于2j分之1 那后面这一项是负kΩ0 所以这个针对的是a负k这一项的系数 所以等于负的2j分之1 好那根据负利液转换的公式 那这时候我们带进去的这个ak呢 就会变成是2π乘上2j分之1 那对应的就是这个脉冲减数 Om加减掉kΩ0 那是dk向ak的时候 那a负k这一项 一样带进去2π 然后乘上a的负k 就是2j分之1 然后是对应的是 Om加上kΩ0这时候的结果 好那这一些2跟这个可以消掉 然后这个2跟这个也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简化一下变成 j分之1π 后面这一项是j分之2π 好再来我们在频率轴上把它画出来 好第一项这是Om加减掉kΩ0 所以这是Om加在kΩ0 然后它有一个高度是 j分之1π 那后面这一项是Om加kΩ0 所以这是在负Om0的地方 然后一个高度呢是负π除以j 就是j分之1负π 所以我们把它往下画 那代表意思说它是一个负值 它是往下的一个形式 好我们整理一下 所以cos跟sin它的负利液极数的系数 ak等于1分之1 a-k等于1分之1 这是cos 那sin的时候 ak是1分之1 a-k是-2分之1 那你有了负利液极数的系数之后 那你对应就可以找到负利液转换 那负利液转换的关系就变成是 这个系数乘上这个脉冲函数 那这有两项 一个是omega-komega0 就是在komega0的地方 在omega加omega0 就是在负komega0的地方 好所以我们一样就可以画出来 在komega0高度就是π 在负komega0高度也是π 这是cos的时候 在sin的时候 那对应可以找出一样这两项 然后我们要画出来 在komega0的时候高度是j分之π 在负komega0的时候 在负komega0的时候 高度是j分之π负的 所以负的意思我们是把它往下画 那这个就是 周期性的三角函数 它对应的负利液转换的关系式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用三角函数sin跟cos 对应找出它的负利液极数的系数之后 然后带入负利液转换的关系式 就可以求得周期性的三角函数 它对应的负利液转换的结果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